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致都是勤劳稳定的 只有在山区 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那么东南方因为微弱的水汽通过之下 在东南部到恒春半岛 有一些降雨的局部降雨的机会 但是降雨的强度都不大 连日高温会是这波最后的秋老虎来袭吗 目前预报的确显示下周三 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变天转为阴游雨 北台湾高温约26度低温21度 主要是高温一下子下降很多 但是不至于到冷 那么下周三次是水汽量最多 桃园 宜北 宜兰 降雨都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明显 花冬比较局部 中南部基本都不受影响 那么到了周五水汽就会开始减少了 各地的降雨都会趋缓 旅游天气就看到了 北部都是晴道多云天气很好 只有高山是偏凉的出游要注意防晒 那么中南部山区温度比平地凉爽 但是山区要防的是午后震雨 记得要带伞 再来是各地更详尽的温度 北部周休都是艳阳天25到35度 中部的南投盛防极端高温 其他则是要留意日温温差比较大 普遍是来到25到35度之间 再来南部地区除了恒春半岛 会有局部的水汽之外 其他都是非常晴朗 有26到35度要注意防晒了 再来东部局部可能会有一些 迎风面的阵雨 各地是来到了24到32度之间 再来三个外岛地区 天气都非常好 是大太阳25到34度 再次提醒外出防晒补水 以上是最新的天气资讯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